哇 哇 好香 哇 好清甜 又香又清甜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花旗心石角燉蔗菇湯 加些瘦肉 蜜冬 沉皮蜜棗 放少許桂圓肉 如果有木花果就不需要放蜜棗 如果沒有木花果就放一粒蜜棗 好喝點 這個湯是補起益陰 清熱三瓶 女士們和師奶們經常煮喝也不怕 花旗心我提前用暖水浸一浸 讓它軟身一點 沒那麼硬 放開 這裡有一隻蜜菇 有一塊瘦肉 瘦肉可以用西絲骨 豬腱這些都可以 只是蜜菇的甜味就沒那麼豐富 加些瘦肉進去清甜很多 現在先做了 這麼大的蜜棗 我們把它拋開 放入燉菇中 放上一塊芝麻油 洗乾淨 浸泡一份, 放入浴缸 瘦肉洗净后切成小块 用盐 揉在嘴上 扣小 揉在鼻子 再用盐 揉在身上 揉在水 揉在水 揉在一起 把肚子打開 肚子打開後 藉口抹肌 眼喉丸喉 把它撕乾淨 翻開後 看看有沒有淩包 紋皮就不要 着地 頭洗乾淨 reductions 油脂 頸也可以將味道 不要浪费 加琴都会有的 在这个位置 屁股对上去 有个腰 猪腰 我们刮走 这些比较腥的 冲冲水 开4份 大大份 4份 虽然是有虫皮 我们也放两片姜 这几条花气芯 我们已经浸到淡淡 我们把它 直接切片也行 我切到它 轻轻一半 剁开一下就可以了 好 深水也可以放进去 我已经洗干净了 瘦肉 放冰水 浮沫 浮沫 撇走之后 汤就会清淡 同时 它会淡淡 不会那么甜 煮得太厉害 甜味流失的 越厉害 就这样 一出来 就裹了它 煮就可以了 关火 清洗一下 清洗一下 要干净 就这样 虽然是有一块沉皮 我都放两片小小的姜 我大概放四五水 这种炖中 它需要很高 我用煲汤煲 先盖上耳盖 我这一只 是煲汤煲 它够高 才能放入炖中 煲汤煲 最好放一块 这些 刚刚的底 先放入炖中 我们将这个炖中 直接放入炖中 太满的时候 把水滚了 就不太好 虽然是不能进入 但也不太好 一会儿炖到差不多 我们将炖中 我们将炖中 里面加入的是炖中 放入炖中 开大火 煮滚 然后调小火 慢慢炖 炖三个小时 这个借菇汤 炖了三个半小时 炖了三个半小时 关火 隔着炖中也闻到香味 炖中有扣的 扣得很稳 好香 加少许盐 调味 这些是石角来的 它原先是一粒粒的 现在都炖了 我等来不淡汤试一下 哇 好清甜 又香又清甜 这个汤就是保气 益阴 清洁山津的 特别是一些司拉门 多喝点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试一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个赞 多谢大家 拜拜